将旧器物经过巧思和平中 转化成点缀空间的设计 这次在新思维人文空间所展出的 《实旧记忆的美好》 由陈宜佳和阿姆斯共同展出 两种创作都极具特色 新生代艺术家陈宜佳 作品广受大众喜爱 有丰富的参展经验 专攻胶彩的陈宜佳 将冷冽频繁的主题 呈现出新的生命 所以其实在这次展览的作品里 其实我还是以自我经验的生活上 可以遇得到的一些题材 或者是环境作为一个取材的内容 就是近期的创作 其实都是以类似 就是一般人可能比较想象 比较冷感 或者是比较硬的一些东西 作为一个创作的媒材 我有个特点是 当别人很喜欢的时候 我其实会有点先保持一点距离 然后先去观看它 那那个适应过程呢 其实就是我跟那个东西的对话 其实从学习教材到现在 应该有十多年了 那我其实会觉得说 当你越了解 就是学习的时间越长 那其实你也会觉得 好像学习的越不够 那就会想花更多的时间 然后再次投入 阿木斯是由四个人组成的创作团体 最早是收集老旧的家具 重新改造赋予生命力 让老家具转化与空间的整合 成为美观又实用 同时兼具收藏的创作品 阿木斯的那个创作的话 主要我们是收集 就是某一个断代的台湾的老家具 还有一些老物件 那这些老家具跟老物件呢 其实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他们其实是有一个 时间感的一个美感在 那其实很多人的家里面可能都有 但是可能会因为搬家 或者是各种原因都把东西都丢掉 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 这些老件收集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经过再设计 然后再精烈 让这些老的家具 就是在现代的空间里面 还是可以 就是不仅是能够再现 他们的美感 但是它也能够融入一些 现代的创作里面 那阿木斯的成员里面 其实又有那个室内装修的专业在 那其实针对一些展场 或者是展览 其实我们也都会去做 一些展场的设计 然后甚至一些美术馆的 那个儿童展览的部分 我们也会有设计 看似不同的创作元素 在新思维艺术空间里 却巧妙的融合 其共通的特色 就是细微的发掘 生命中的美好事物 所谓一花一世界 电线感也能是绽放的繁花 这次的双个展 将开启观众不同的思维 与视觉感动 即日起 在高雄新思维 人文空间展出 带领大众感受 实就记忆的美好 法界新闻五庸曲 高雄采访报道